首先第一個我剛好分析一下它的規則 所以基本上我們只要把這個變數改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加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1 到 61 的話 把 i 的值放在這個變數裡面就OK了 但問題如果我今天要取得 比如我把它改成第一頁 enter 其實也可以啦 你這邊其實也可以透過輸入按 enter 也可以連到這個就第一頁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要在 Excel 裡面如何取得網頁上面的資料 特別注意喔 在 Excel 裡面能不能取得網路資料呢 其實是可以的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先把這邊複製一下 把網址複製起來 第二步的話請你開啟 Excel Excel 裡面有一個功能 資料裡面叫什麼 從 web OK 特別注意喔 從 web 的話其實就是從網頁 web 是一個網站 其實應該說從網站網頁都可以取得 也就是說呢在這個地方 它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功能 可以讓你從網路上抓取資料 那你把它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把 IE 流覽器 遷入到一個視窗裡面 也就是說呢它有點類似 呼叫 IE 流覽器 放到背後 讓你去抓取資料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的新 我們版本是比較新的 我們這版本它有基本跟進階 它還可以有一些進階功能 不過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用基本好了 把 URL 貼上 就這個網址 跟它講說 你幫我從網路喔 我網址在這裡 幫我把它抓下來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其實如果是舊版的話 沒這些東西啦 不過你就直接按連接就好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怎麼樣 去幫你把這些相關的資料 就幫你把它下載 並且放到 看你要放哪個位置喔 Web 檢視 OK 這個裡面的話 它會問你說你要抓 這個網頁裡面的什麼東西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要抓哪個 抓這個 這個 Table Table OK 然後呢 它就會幫你把資料給抓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 但是這個好像又跟舊版 其實差異性其實還蠻大的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喔 先把那個 把它設計 先試一下 從Web這個功能 OK 然後待會我們來看 並且喔 如果我們可以從Web 我們可以用錄製聚集 把這個功能給錄下來 再講一下喔 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喔 是最新2019啦 跟之前2019以前的版本 其實差異性還蠻大的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動作是一樣的喔 就是類似的 這個方法就是從Web 那一樣呢 我們就是把它 剛剛的網址貼上 然後選擇確定之後的話 新的版本的話 舊的版本呢 它會讓你要勾選哪個 Table 不過它這邊的話 比較聰明一點 它會自動幫你找到 你要哪個 Table 也就是說它把網頁喔 當成是一個資料表 然後會幫你找到 你需要的資料表的範圍 就這個資料表 那你可以什麼 直接按一下什麼 按一下載入 載入到哪裡呢 你可以載入到 這邊有一個預設載入啦 你可以載入字 可以選取 我印象中載入好像是直接把它當表格啦 當表格啦 不過我是建議喔 不要把它當表格 我把它當什麼 當成資料 放在哪裡呢 放在A1儲存 按確定就可以了 OK 那你會發現它就幫你把資料放下來了 那目前的話 只會下載一個 可是如果有61個的話 那你其實不是你可能它在做下一個動作 然後把資料再放下來 那做61次不是很OK啦 所以呢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可以怎麼做呢 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錄製聚集一下 那錄製聚集之後 你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網址的位置 把那個網址的那個 那個第幾頁 Index Page等於後面那個數字 你可以把它改成A1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去做程式修改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它彩排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做那個錄製聚集的動作 錄製方法啦 反正剛剛彩排過了 那接下來 這邊會有一些連線 這個比較新的功能 這個跟之前舊的不太一樣 不過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錄製好了 那假設我今天錄製的名稱 也許叫什麼 大樂透下載 也許這個名稱把它改一下 然後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一樣 在資料裡面的從web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網址貼上 將來就是這個 這個1的話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一樣喔 就選table01 然後呢 載入的話呢 就載入字 選擇什麼呢 選擇A1好了 OK 選A1 讓它放A1的位置 按確定 然後 它上面好像要用哪一種方式呈現 用表格好了 其實我不太喜歡用表格 按確定好了 因為表格的話 變成說它已經幫你把它 加一個篩選 有沒有 所以最後我習慣 有的時候啦 甚至我會把它 把這個表格 把它去掉 那怎麼去掉呢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 上面的按鈕 叫轉為範圍 那這個相關的那個 有沒有 表格功能就消失 所以你可以轉為範圍好了 OK 按確定 好 那再來上面那個有沒有 最大的差別是上面的篩選 就會不見了 OK 那我們假設呢 已經先把第一頁錄製好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再到那個 開發人員裡面呢 把剛剛的錄製動作把它停止掉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欸 怎麼了 它crash掉了 啊 新版也crash 反而沒有 這什麼 剛剛東西還在嗎 不在了 這 這功能好像有點 有bug吧 OK 好 那你們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假設已經錄完了 OK 錄下來的東西啊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新版本 跟舊的版本喔 之間差距還蠻大的 它等於是說原來喔 它是利用 原來舊的版本 用query table的物件 但現在它又改了另外叫什麼 叫queries的物件 它沒有table 叫queries 所以怎麼辦呢 關於這個問題喔 乾脆呢 待會請各位呢 乾脆直接拿我雲端上面 處理好的這個程式來用好了 那請各位找到喔 假設呢 如果你是用舊版的話 像剛剛同學已經有做了 你把它錄製好之後 它原來的程式會這麼冗長 那裡面的話 用的物件喔 一定是用這個 所謂的query table 點add 後面加上它的網址 UIL 有沒有網址就在這裡 那底下的話 它會有一大堆的參數啦 這些參數其實喔 大部分都可以不需要 只需要留下喔 大概只要三個參數 其他就不用 那你想說 為什麼這些參數不需要啦 其實我有查過啦 其實很多就預設值 預設值就可以不需要 那所以呢 最後我把這個程式喔 修改完之後呢 就留下在我們雲端第四頁的地方 就這個 大樂透這個下載 所以待會的話喔 乾脆 因為為了版本統一的關係啦 你們乾脆直接拿這個版本來操作 所以待會請各位直接就 在那個第四頁的地方喔 找到大樂透下載的這個Sub 一直到End Sub 我已經把它精簡過了 C-C 你乾脆直接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你的模組裡面的這個地方好了 把它蓋過去 我們先不用新版 因為我發現新版的問題還是蠻多的 而且喔 會有一些不可預期的狀況發生 乾脆我們直接用這一段好了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一段裡面呢 基本上喔 主要就是說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我們剛剛貼上的位置 那也就是說呢 我只要需要什麼 把這個網址稍微做個修改 修改哪裡呢 修改IndagePage等於1的這個參數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有一個參數喔 叫做Distination 意思是說我要放在哪一個位置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IndagePage等於1 我放在A1是沒錯 可是如果IndagePage等於2的話 還放A1 那可能一個現象 要不就把它蓋過去 要不呢 其實它不會蓋 它會把它移到右邊去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我留下的這三個參數喔 第一個參數叫WebFormating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說你的格式 要不要把它從網頁上面直接帶下來 那我給它的參數是 XLWeb等於None 關鍵在這個沒有 意思是我要存文字的意思 那另外還有參數就是WebTables 這個Tables就是網頁上面的表格是哪一個 那我這邊五啦 意思是說它在這個網頁裡面的表格應該是排在第五個 那為什麼第五個 主要是這一行喔 Refresh就真的把它抓下來 OK 那你會把它轉圈圈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就下來了 OK 所以新版、舊版有相通 那還OK 所以呢 第一個問題我們就先 乾脆直接拿我放在這個雲端上面這一段好了 OK 來做修改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做哪些動作呢 因為我現在只有下載一頁 可是我希望下載的是總共六十一頁 那六十一頁怎麼改喔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這地方 所以你可以把大樂透下載改成叫P次好了 而且加兩個字喔 P次 因為我要一到六十一通通要下載 那再來Enter兩下喔 在這邊打一個FOR回圈 因為我要總共下載 總共有For i等於一到六十一頁嘛 那我剛剛講說 我要下載的是一到六十一按NAS Enter兩下NAS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Vis到EnterVis 把它移到哪裡 移到這個FOR回圈裡面 並且呢 把Vis到EnterVis 選起來按個TAB 讓它下一接 再來的話 只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直接把這個IndexPage等於1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應該還記得怎麼改吧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做法一樣喔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end 控格 這樣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i的這個變數啊 把它放到這裡來 那你就幫我第一次下載第一頁 第二次下載第二頁 一次類推 那如果你這樣改完之後有沒有 其實只是FOR回圈更改 那我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它會怎麼下載呢 一樣 第一頁也下載了 那第二頁的話呢 這個時候i等於2嘛 所以IndexPage就會等於2 那串在一起就把它放在這邊 那可是問題是這個 我們Designation 一樣是放在A1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執行的話 Refresh 它會怎麼辦 它會怎麼處理呢 它會把原來你的什麼呢 有沒有發現 它會把你原來的 下載的東西喔 把它往右邊移動 然後這個是新的 那如果說你再下載一個 它又向右移動 所以一直移動變成說 會到第一次 第一個Page會在最右邊 那可是這樣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我大概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就是說 我下載的時候 第一頁應該是下載到 等一下我要停掉 如果我希望做的是什麼 我下載應該是 先下載第一頁 那當我下載完第一頁之後的話 我要把它怎麼樣 向下移動 移動到哪 Ctrl向下 也就是說呢 我可能可以做一件事 我只要追蹤什麼 它目前A欄的最下面一列 那我把這個列的這個位置喔 把它加一就可以了 也許就把它下載在這裡 OK 可是問題這樣怎麼樣 讓它可以下一頁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A1的E有沒有 A一樣嘛 一樣是A欄 但是要變的話 是變這個E的變數 那怎麼變 其實我想到一招 想到一個方法 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If 假如說 這個時候裡面完全是空的話 也沒東西喔 那我怎麼知道是空的 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呢 我判斷什麼呢 判斷那個A1儲存格 假如是空的 意思說裡面是沒有東西 那表示這應該是完全 都沒有下載過任何東西 then做什麼 enter兩下打個else enter兩下再打一個endif 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做什麼呢 如果這裡面完全是空的 那我多一個變數叫r r等於1 意思就是說 我以後呢 就幫我從這個位置開始 那如果不是的話 假設A1有東西的話 那我r就等於什麼呢 你就幫我向下追蹤吧 向下追蹤還記得吧 我們就可以打針 向下追蹤 那追蹤的寫法 剛才記得 我從A1有沒有 向下追蹤的話呢 就點end and 錢瓜斧 向下的話呢 就是xldown 也就是 點andxldown 有點像ctrl向下 ctrl向下之後 幫我取得 他所在的列的位置 所以他會取得一個屬性 叫r 把那個r 那一列91有沒有 所以 那個時候呢 應該就是91 那就91幫我帶回來 可是問題我要下一列的話 你就把這個r 後面再加一個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就去抓的 向下一列就OK 所以喔 如果我再加一個 邏輯判斷的話 那他就可以往下抓 那我們這邊其實理論上 就寫完了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如果 剛剛的問題 假設你不想讓它發生的話 再加一個邏輯 有沒有 這時候range 是不是等於空的呢 對 所以呢 r就等於1 但問題來了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把這個a e的e有沒有 delete掉 空一格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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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就可以了 OK 不過會有同學 會confuse 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個地方 就直接and r 跟各位講 因為剛好e是在這個文字的最右邊 所以你就串一個r就可以了 但如果說你假設不是在最右邊的話 你可能就是 後面它在and 什麼字 OK 所以這邊只要加一個andr 那我們就全部把它跑完好了 OK 像這個地方 像 改了按 重來一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讓它向下一頁 應該沒問題 那第二頁的話呢 你會發現a1裡面呢 已經有資料了 所以這邊等於false false就關閉了 不可以走這裡 你要走下面 那走下面的話呢 就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之後呢 回來就91 加了1之後就92 所以r就等於是92了 OK 那意思是說 我們就把資料 怎麼樣 往這個地方往下放 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跑一下 再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第二個page就到這裡 那一直可以推 第三 第四 第五 我全部讓它跑完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就一個一個一個的去把網頁上面的1到61頁 全部的資料呢 就全部下載 我把它卡住向下 你會發現5000多 5470列的資料 就在瞬間全部下來 只是說呢 這個下載的東西 好像還有部分呢 不如人意啦 有沒有 像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多兩列空白的 然後上面日期怎麼樣 好像這個應該是 這裡面的 這應該是可以把這個資料 乾脆放在這邊來 然後把兩列刪掉 可是問題喔 一樣啦 如果你要人工來做喔 這個比數太多了 如果用人工來做應該是不太OK了 的事情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藉由程式來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一下 那請各位呢 先試著喔 把那個 我雲端上面喔 特別是喔 我剛剛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呢 我把那個雲端白板 第四頁的位置 有一段是大樂透下載的這一段 那請各位呢 就把這個大樂透下載這一段 在那個精簡程式的 上面這一段喔 乾脆直接就貼到 模組裡面就好了 因為我擔心說 現在因為我們用的版本 是最新的 2019 那如果拿2019的 這個 錄製下來的程式來跑喔 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乾脆喔 直接拿那個 我們 從之前呢 2016以前的版本 錄製下來的 這個程式拿來跑 試試看 剛剛跑的結果啦 應該沒什麼問題 它好像有向下相容 試一下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